在盗墓笔记中 小哥张启玲无疑是个灵魂人物 他历经无老狗 无三姓 无邪三代人物 始终是一副二十多岁的样子 容貌经岁月流转而不变 他的麒麟血可去尸鳖 近婆 他身手绝佳 会缩骨弓 会易容术 对各种机关了如指掌 了解各类文明会多种语言 几乎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 这样一个强大犹如神佛般的人物 究竟有着怎么样的绅士 又有着什么样的经历 在盗墓笔记中 对于小哥的身世介绍并不多 不过在藏海花和沙海等 前传后续系列中 倒是能看出小哥前妻的一些端倪 小哥是东北张家人 这是盗墓笔记 世界最神秘的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极其庞大 他们经历了无数朝代 暗中控制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只为守护着那一个秘密 而这一切的渊源 要追寻到远古时代 从那颗散落到地球的青铜陨石说起 这颗陨石滑落到地球之时 几个碎块掉落在各处 而母陨石则落到了长白山 母陨石又被造成青铜门 门后就是所谓的终极 那是万古的邪恶 足以毁天灭地 而西王母是第一批发现 并守护终极的那一拨人 张家人则是他亲定的护卫 或者说是合作伙伴 之后张家人拥有了区别于凡人的长寿能力 以天寿的形式传承使命 每一个张家人到了一定年龄时 脑海中会突然出现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指引他们必须去守护终极 同时失去一切其他记忆 天寿会让张家人将这项任务 永远执行下去 永不停息 张家在历史演变中最大的目标就是留存 张家曾与历代皇帝有很深的利益关系 帮助皇帝做了很多事 这层关系保护张家一直延续下来 在盗墓笔记中 吴邪曾在张家古楼看到许多张家祖先的棺材 其中有一个叫张盛晴的人 其生平就是发众无数 一定诸家江山 可见张家盗墓的力量曾为皇帝所用 另外张家有本家与外家之分 本家人的地位更高 也是张家的核心势力 本家有严格的内族规定 只进行族内通婚 以保证血统与统治 外家则主要进行张家与外界事务的接洽 但接触不到张家核心势力 本家人必须纹身其灵 外家纹身则比较随意 因为要避免在外界暴露身份 所以对纹身并无严格规定 比如张海岩纹身是一只穷鳍 张海克纹身则是一句繁文诗词 张家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就要接受严苛的盗墓训练 尤其是针对发丘纸的练习 所以奇长的良知也是张家人的特色 在15岁左右 他们会进行一场盗墓考核 即放野 以奠定自己在家族的地位 由于放野过于危险 不计牺牲 很多张家孩子会在年幼时就放弃训练 保住性命的同时 也意味着他们终生在家族中默默无闻 另外张家有群葬的习俗 张家的群葬墓就是张家鼓楼 他们还有迁移墓地的习惯 他们会把墓建立在龙脉 敲骨西随的风水位上 一旦吸光龙气 就会换一条新的龙脉 在明朝时期 张家人把张家鼓楼 迁移到了广西八奶的阳角山内 并建立了残酷的强检机关 予以保护 以阻止外人对长生的探索 每一任组长或者重要人物死去 都会由张启玲这一职位的人 将尸体送入张家鼓楼中入殓 张启玲只能是张家内族人 一旦选定 名字从此就叫做张启玲 启玲是撤出王者灵位的意思 而张家的族长 也只能从张启玲们当中选拔 在张家的族群体系中 只有族长才知道终极的真相 这真相同时 被记录在张家鼓楼底层一间房间内 其中不满令人置换的六角青铜铃铛 而族长拥有一只母灵 可以抵御这种置换作用 族长的交替仪式 就是老族长带新族长进入房间内 完成终极的信息交接 并等待死亡 之后 新族长再带着老族长的尸体出来 在康熙年间 当时的张家族长 在四周城内被刺杀 那批人为了防止张家查明真相 联合当地政府将这座城掩埋起来 母灵就伴随族长尸体 被永远埋于地下 这导致终极的交接出现断层 张家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此后的张家族长 只是得到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为了找回母灵 重获终极 张家开始出现最早期 且严重的内乱 到清末之时 有张家族人去尼泊尔送货 一个普通的张家族人 爱上了藏衣白马 两人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 就是小哥未来的张启玲 小哥刚出生没多久 母亲白马 就因成为阎王祭品去世 被喇嘛葬在了藏海花田 这里的白马 也并非是完全死亡 但也不是活着 他是被藏海花封存 保留了最后的意识 陷入一种沉睡状态 等药性退去之时 白马只有三天的时间 就会真正的死亡 白马之所以保留这三日 是为了以后 见小哥最后一次 喇嘛答应白马 在他苏醒时 会带他儿子来看他 当然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需要等到小哥长大以后 在白马死后 小哥被父亲带回了张家老宅 不久之后 小哥的父亲 也在内斗中去世 与此同时 张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他们从皇帝手中 得到一只龙文蜜合 发现了周穆王三千年前 设下的长生计划 从沙海中可以得知 周穆王当年拜访西王母 求长生树的同时 也得知了世界的真相 即终极的存在 为了掩盖这件事 他将留下的线索 都指向长生 在他105岁去世那年 他利用允玉 做了大小两只棺材 大棺材给自己用 小棺材里 他放了一个 不足月的婴儿 婴儿在允玉中的变化 会关联龙文蜜合的积阔 使表面数字发生变化 当数字显示 0220 0059时 代表允玉 关于长生的变化 已经完成 而允玉对尸体的作用相同 代表周穆王 也完成了长生 此时打开盒子 就可以得到一切 指向周穆王的线索 但张家人 遇见了他的阴谋 提前破坏了盒子 并取出了 小棺材里的婴儿 婴儿已经死了 而当时正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衰朽的张家 遭遇思维冲击 濒临溃散 急需寻找新的信仰点 为了维持张家 对长生的信仰 他们就将 当时刚出生的小哥 伪装成这个婴儿 对外宣称 小哥是历经三千年 还活着的圣婴 圣婴的出现 震撼了张家人 完美长生 是张家的核心信仰 族人纷纷跪倒 在圣婴的面前 年幼的小哥 成了张家的神 受到了最好的训练和照顾 这是小哥童年 最好的一段时光 然而 假的毕竟是假的 圣婴的真相被拆穿了 张家因为信任问题 彻底分裂 小哥被当成罪魁祸首 从神被当成垃圾般 随意扔给族人抚养 其实小哥没有做错什么 在这场闹剧中 他就是最可怜的一个棋子 但他没有了价值 在小哥被人抚养的时期 张家太过混乱 他连自己的父亲 是谁都不知道 从这可以看出 幼年的小哥 过得有多悲惨 没人待见他 也是因此 小哥年幼之时 就是沉默的 外家的张海克旭本家时 见过三岁的小哥 说他是那么的孤独 不过 小哥是拥有麒麟血的 这也让小哥得到重视 被一个族人收养 这又是小哥的一个悲惨时期 那个养父 不过是看中了他的血 年幼的小哥 经常被放血驱虫 还因身材瘦小 经常被要求 去狭小的地方取宝 就是一个 捣抖的苦力和血包 这样无望的生活 让他愈发沉默寡言 数年后 在张家已无留存希望之际 张家人无奈地 将小哥选为张启麟 小哥也被纹了一个纹身 鹿角龙鳞 彩火焚风的启麟 并且小哥是张家最后的启麟人 此后留给他的都是腐朽的东西 小哥13岁时 从四周城遗址 找到了那只母鳞 接着去张家鼓楼 看到了终极 正式成为张家族长 此后不久 张家再次发生一次火拼 这里的火拼 可能是两派的矛盾 是守护张家和向往自由的人的火拼 张家人的身手不用多说 火拼中有不少人死去 于是张家有了最后一次送葬 这次送葬地 是八乃羊角山的张家鼓楼 小哥也在张家鼓楼里陷入沉睡 他之所以沉睡 是在接受天寿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张家族长 同时 他也失去了自己的过去 忘记了自己的未来 当小哥再次醒来的时候 东北张家已经瓦解了 小哥为了张家的使命 独自走过了很多地方 经历了很多事 这些故事比较散乱 在南部档案等书中可以看出小哥的一些经历 小哥去过南江百乐京 洒过麒麟血退毒虫 因此小哥被尊称为飞坤八路 当地流传着他的神话 当地人还为他建立了神庙 小哥还去过南江大山 南部档案里的西南军阀莫云高 遇见的一人就是他 莫云高对张麒麟的血脉十分感兴趣 为了逼出他 引出了南洋档案馆第一案 盘花海礁案 之后小哥结识了张海岩 他们去过金沙江一寨 探过芒种 也曾守护过终极 小哥还去了莫托喇嘛庙 陪母亲度过了寂静的三日 在这里小哥学会了想念 他唯一一次流泪 是为了自己的母亲 其后小哥还去了康巴洛 又进入了喜马拉雅山寻找董灿 这一去就是十年的时间 这段是藏海花的剧情 到六十年代时 为了家族的使命 小哥又找上了老九门 于是就有了那次以张启林为领头人 老九门悉数参与的史上最大的捣抖活动 到这里 故事已经进入盗墓笔记本传之中 1966年最大捣抖活动之后 小哥又在1984年参与过西沙海敌考古 1990年去过莫托喇嘛庙 2000年在广西巴奈被当成阿坤吊师 又成为陈皮阿斯的伙计亚巴张 最终在2003年正式开始七星鲁王宫之行 与吴邪王胖子相遇 自此 小哥和吴邪一起经历了小说里的种种冒险 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回记忆 2005年 小哥决定承担张家的职责 亲自去守门 吴邪送他到长白山 并有了十年之约 在这十年中 吴邪利用九门残余势力瓦解了汪家 相当于以另外一种形式完成了约定 在盗墓笔记十年一书中 小哥于2015年从青铜门后出来 铁三角再次相见 一起在雨村归影 直到盗墓笔记重启的故事发生 小哥的一生可以说是颠沛流离 磨难重重 只希望他往后余生 能为自己而活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关注本专辑 咱们下期再见